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基金今年已经资助11个项目 金额达到1亿3500万 在新指引之下 基金会分为两种资助方式 申办或者单次活动 可以选配对和直接资助 配对资助上限是500万 直接资助上限就是1000万 据经验的活动 即是已经在香港举办超过三次的活动 就只可以申请配对资助 上限是1500万 基金也公布审批准则 长列各个项目的比重 关于活动的最大比重 是要国际间吸引力和有特点 两项占比一共三成 而带来经济影响就有10% 局方希望城市能够为经济带来动力 也设关键职效指标要求 规定最少要有1万人出席 两成需要是访下 也都要在社交媒体有一定影响力 基金每年分三轮接受申请 每轮选取不多过4个项目 目标是每年最多支持10个项目 新机制在明年1月1日生效 明年7月1日或者以后举行的活动适用 深圳明天开始恢复赴港一签多行 政府就说已经做好准备 也都会监察旅客的承载力 相信水货客问题重现的机会低 星期日开始 深圳灰复赴港一签多行 并且扩展至所有深圳居民 为確保运作顺順 各个关口已经增加人手 也都会加强巡逻旅客救物热点 避免影响居民 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杨潤雄说 不担心水货客再现 又呼吁业界提供特色产品留住旅客 政府就要看我们的承载力 还有对整个社会的影响 水货那里我们现在反而暂时来说 不是太担心 因为现在在内地他们购物的习惯 也都转变了 一千多行来到是不是 就一定不会过夜 我又觉得不是 其实你看一下我们在香港 究竟给到什么 我们现在晚上都有表演 比如有音乐会等等 看完音乐会之后 吃一下宵夜 在香港过了一晚 其实这些都是我们希望可以做得到 除殖本港有烟花会演 政府吸取去年经验 会延长跨境铁路服务 确保旅客欣赏烟花之后 可以松荣回来地 至于将一周一行 扩展至其他大湾区城市 杨润雄说要一步步落实 先审视恢复一千多行的影响 和考虑业界的承载力 另外中央镇港的一对大熊猫安安可可 12月8日和公众见面 一对大熊猫龙凤胎 亦都会在春年第一季登场 杨润雄说原方未有计划 在大熊猫馆摄预约制 有需要会采取措施 令观赏更加充顺 母先事记者 杉润雯报道 而深圳明天开始实施 赴港一千多行 当地多个口岸已经做好准备 应付出境人流增加 12月开始深圳市户籍居民 和居住证则有人 可以申请办理到香港的 一千多行签住 一年之内不限次数往来香港 每次逗留不多过7天 目前共深港居民往来使用 最为便利的七个鹿鹿口岸 都已经做好了迎接 一千多行实施后客流增加的准备 也启用四年的联堂口岸 今年出入境人事突破2000万 是去年全年出入境总人事的1.5倍 成为旅客来往深港两地 其中一个主要鹿鹿口岸 外界预计一千多行政策 将会吸引更加多的内地居民去香港 口岸周边商户说欢迎新措施 认为有助带动生意 对于我们口岸商业来说 肯定也是一个比较好的消息 流量增大的话 就是带来更好的生意 我们会增加一些便民的 一些服务 比方说是货币兑换 或者接驳巴士手票 当局建议民众出发之前 可以先透过手机小程序 来看各个口岸的人流情况 再决定去哪一个口岸 无线电视机者曹嘉宏报导 转讲一下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说 春年年初会安排五万个公务员 参与启德体育园主场馆的测试赛 未来会装镜头协助塞到人流 强调不涉及私隐 启德体育园的青年运动场 已经举办过多场测试赛 主场馆稍后也会办测试赛 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说 整个体育园区未来有近20场测试 包括明年初会安排五万个公务员 测试运作 包括交通的承载力 制作一些压力 比如突然间同一时间都是要来的 同一时间排队的 同一时间一起去洗手间的 同一时间全部都去一个地铁站 全部都去送黄台搭车走 到时就会有一些专列的巴士 就会在散场的时间协助梭道 当然我们预计都是 铁路来说都是主力疏散得快 我们会有一些专班的车辆 吉车来的一里都可以尽量尽快疏散 邓炳强说参考难贵方 会在启德体育园利用人工智能分析人流 并且适时增测流动地步路电视 强调不涉及私隐 不是说用一个面容识别 就是你所说的 会不会有通缩犯 来看球就会拉倒 其实我们的系统不是针对个人的样子 最主要针对人流的密度速度 所以不是针对个人的私隐 另外警方近日征破多宗伊托米枝 即是太空油案 邓炳强透露 正是与本港大学合作研究 利用试纸协助执法 如果试纸的方式 我们前线同事 在现场看到有可以 都可以即时测试到 是否有太空油 要不然就要拿去研 就会比较复杂一点 如果有了这个试纸 我想在执法方面会容易很多 我们一般就是看吸食人的表现 就是你会比较亢奋的 跟你普通吃烟就会不同 都可以观察到的 仔细一点 至于民主派处谋颠覆国家政权案 45个罪成被告 被判囚四年纪去到十年不等 邓炳强说仍然和律政司研究 会不会复核个别被告的刑期 国务院根据澳门第六任行政长官 岑浩辉提名 任命第六届特区政府主要官员和检察长 岑浩辉11月初 获中央任命为澳门第六任行政长官 时间一个月 他的新班纸也都敲定 国务院根据岑浩辉提名 任命澳门新一届政府主要官员和检察长 行政法务师师长继续由58岁的张永春出任 他在北京出世 曾经担任法务局局长 廉政专员等多项工职 2019年起出任行政法务师师长 在何一城休假期间 曾经处任行政长官 经济财政师师长 就由现任经济及科技发展局局长 56岁的大建业担任 他出生在澳门 曾经去葡萄牙留学 1995年起加入政府经济体系 保安师师长黄少泽 和警察总局局长梁文昌会留任 现任市政管理委员会副主席柯南 获任命为社会文化师师长 现任环境保护局局长谭伟文 就出任运输公务师师长 廉政专员、检察长等 也都作出了任命 都会在12月20日就职 澳门行政长官何一成 致以祝贺 祝元申班旨在未来工作发挥所长 在岑浩辉大领下 和广大居民团结奋进 服务国家和澳门 作出新贡献 港澳办就赞容新团队 具有坚定爱国爱澳立场 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和澳门长期繁荣稳定 希望新一届政府坚持全面准确贯一国两制 加快推进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 毛先烈士记者 侧卷问不到 另外澳门轻轨黄琴线 接下来星期一正式通车 第一班车当日下午1点11分 在黄琴线莲花站开出 黄琴线全长2.2公里 设有莲花站和黄琴站 全程大约2分钟 班次大约6分钟一班 旅客由黄琴口岸过关到内地 可以由莲花站经隧道到达 设在黄琴口岸澳门口岸区地底的黄琴站 再走到离境大堂 至于抵达澳门的旅客 也可以坐轻轨到莲花站 转成毯仔线去澳门各地 国际方面 加拿大总理杜鲁多去美国佛罗里达州 据报与美国总统当选人特朗普会面 商讨特朗普计划向加拿大加征关税 而加拿大副总理兼裁长方卫兰就说 关税将会损害美方利益 应该维持北美自由贸易协定 加拿大总理杜鲁多 当地星期五抵达佛罗里达州 步出酒店 之后乘坐专车去到海湖庄园 据报和美国总统当选人特朗普 共进晚餐 报道说杜鲁多今次是和特朗普 商讨美国计划向加拿大进口货品 加征25%关税的事 杜鲁多早前透露 星期一夜晚曾经和特朗普通电话 讨论关税问题 形容是一次良好的通话 又说如果特朗普落实向加拿大加征关税 加拿大将会采取关税措施报复 加拿大副总理兼裁长方卫兰 说家方和特朗普首届政府期间达成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 应该继续生效 特朗普星期一在社交网站宣布将会在明年1月20日 即是他上任的第一日向所有由墨西哥和加拿大入口美国的货品 征收25%关税 直到毒品和非法移民问题获得解决 以及向中国进口的货品加征10%关税 加拿大是全球第四大石油生产国 美国大约六成的原油进口来自家坊 路透社引述消息说 特朗普并没有计划豁免加征石油关税 分析说加拿大过去几年经济放缓 生活成本上涨 如果美方加征关税 将会进一步打击加拿大经济 拖累杜鲁多支持度 文调显示 明年10月举行的大选 杜鲁多所属的自由党可能会输给保守党 无线电视记者梁足伟报道 政府即将就规管劏房展开资讯 房屋局局长何韩言说 未来公屋供应充足 有底气解决劏房问题 大家很多时听到劏房居民的心声是什么 他就是怕我将来如果有些不合规 要取替或者一个业主要改装 我住哪里呢 我的安置是怎样呢 所以我一定要用那个公屋的供应 一直上来 简约公屋和过渡性房 加上有五万多个单位 然后就逐步有策略 当我真的要执管的时候 这些居民我有社工队会帮他们 但他们有选择 有得搬 其实我很想强调 今天这些居民都有选择 有些地点可能要适应一下 可能你觉得暂时不是很熟悉或者不方便 但每一个点一定有交通工具的 受到政府放宽内地学生和人才输入所带动 近年劏房租赁市场畅黄 有分间房管理公司就说 市场对劏房的需求增加 出租率长期维持在九成以上 根据政府数据 单在2023、2024年度 来香港升学人数已经达到16000人 至于透过各项输入人才计划来香港的人 截至今年10月底 大约有15万个已经联同家人到港 这班客人就成为劏房租户的新力军 施政报告宣布要将合资格劏房 命名做简坡房并订立建筑标准 这个位于佐敦面积800尺的单位 分成五间出租房 以每间8500港元港元计算 一个月总租金达到42500元 给整个单位出租2万多元 租金足足高出一倍 不过前期要先给一笔改建费 以这个单位为例 其实这个800尺的单位 一开五其实装修费大约是60几万 我当作60万 其实每个月的话 他们大约收到3700元 其实大约一年半左右 他们都已经回到所有投入的资本 有学者说租母市场和人口结构息息相关 放宽输入学生和人才 对租母市场尤其劏房产生即时需求 如果新增人口是因为香港新增的婴儿出生多了 那那个需求不会立即显然的 譬如说一个家庭刚刚生了一个小朋友 你不会立即告诉他们要搬家 因为你还可以和父母住在同一间房 放在宽宝床就可以了 那些所谓的专才或者学生那些是立即需要的 因为日到来就成人 已经立即要住了 他不可以说是没有地方睡 所以那个需求是突显了 不过他提醒未有物业在手的投资者 在投资劏房的时候要注意物业的地区 和未来利率走向对楼价的影响 才作出投资决定 无线电视记者黄山报道 天文台一连两日举行开放日 不少市民去到天文台总部参观 场里面设有多个摊位 参观的人不少是学生 希望借此学习天文知识 现场也有展览介绍天文台的历史 以及偵測气象仪器的演变 又展出配备可以检测辐射污染的车 天文台在今年年初曾经举行开放日 今次是家长版 市民要在上个月初经网站登记 每个人最多有四账费 学多了很多信号 现在平时如果看新闻 如果有些特别的天气 现在都可以清晰了很多 海啸和山泥轻水 因为这些都比较少看到 之前以为天文台的印象 会有很多很专业的器材 但应该是因为今天不是开了很多地方 所以就有少少失落 微虎身村上午发生火警 警方暂时列造中火暗 消防出动一条喉和一队烟舞队 大约半个小时后将火撲射 可以见到涉事的单位一片凌乱 报案人的左臂和大腿烧箱 而另一个29岁女人也宋远自利 事发在上午近11点 微虎身村第五期有单位冒出熔烟 据了解报案人说 在洗手间燃点香烟的时候 误言厕所的衣物 但消防调查之后 发现厕所和衣物有一米的距离 又发现消焦的电子烟装置 认为有可疑 国际方面 北韩领袖金正恩 在平壤和俄罗斯国防部长 别洛乌索夫背面 金正恩批评 美国和西方批准乌克兰 用远程武器攻击俄罗斯 等同直接军事干预 俄罗斯有权自卫 又说北韩支持俄方 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 北韩领袖金正恩 星期五在平壤会见到访的 俄罗斯国防部长 别洛乌索夫 潮中社报导 双方就进一步深入发展 潮外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地区及国际安全局势 以及维护两国主权 安全利益 和国际正义等问题交换意见 并且达成共识 金正恩批评 美国和西方国家 索斯乌克兰用他们供应的 远程武器攻击俄罗斯领土 等于直接军事介入 俄罗斯採取行动 令敌对势力付出代价是正当行使防卫权 北韩将一如既往支持 俄方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 金正恩又表示 将根据今年6月两国达成的协议 在政治、经济、军事等各领域 扩大合作和发展两国关系 别洛乌索夫就说 俄朝两国军队一直保持长久而友好的合作关系 两国大结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为坚决维护两国主权 多方面长期发展俄朝友好关系等 提供重大推动力 潮众社没有提及两人有没有讨论 北韩巨报派兵援助俄罗斯作战事宜 金正恩和别洛乌索夫又出席欢迎宴会 共同欣赏歌唱表演 南韩组前指北韩派出超过一万个士兵到前线援助俄罗斯攻打乌克兰 美国其后批障乌克兰使用美国提供的陆军战术导弹系统攻击俄罗斯境内目标 无线电视记者莫子同报道 澳洲南部一个国家公园重新引入 原本已经在当地绝职的草原待鼠 借助他们喜欢挖地洞的本能 成功改善土質和生态环境 在澳洲约克半岛南端的国家公园 细小的草原待鼠每日努力挖地洞换食物 保育人员说 这些小洞鱼在下雨之后变成一个个水淌 令土地保持湿润 为植物种之发芽创造良好条件 经过他们的挖掘 原本光秃秃的坚硬土地 由陈土飞扬变成绿草鱼因 这个地方原本生机缝缝 但后来因为开狠农田 大量移除灌木 再加上野猫和狐狸入侵 将草原待鼠等小动物赶尽杀绝 随着生物多样性下降 土地的养份得不到补充 逐渐变得贫值 保育人员近年展开补救行动 第一步是在半岛中间 捉起铁丝网围栏 防止野猫和狐狸闯入 然后仍然有不少草原待鼠的围棋岛 足以百只到这里 希望透过重建原有的生态系统 令土地自然修复 在引入草原待鼠三年之后 植物种子的发芽率增加 为野生动物提供更多粮食 整个生态系统变得更加有新机 无线电视记者梁祝伟报导 1997年酿成17人死亡的 保勒罕卡拉OK中访案 一个疑空潜逃27年之后落网 被控一项谋杀罪提堂 押后至到下年的2月24日再讯 现在52岁的疑空陈慧良被黑暴蒙头 由警车押送到西九龙裁判法院 他被落案暂控一项谋杀罪 无需答辩 还押到明年2月24日再讯 警方在星期三接获内地通报 接获陈慧良 第二天经深圳湾口岸显送回香港 并且以指毛等的方法确认身份 他昨晚被带到当年的案发现场 重组案情 案发在97年1月25日的凌晨 保勒罕新一代卡拉OK被人中火 让城17个人死亡 事件涉及黑暴结怨和报复 警方其后锁定7个兇徒的身份 拉了其中5个人 4个人谋杀罪成判囚终身 一个人误杀罪成判监11年 而当时25岁的陈慧良 一直被警方袁洪通缉 至于仍然在途的疑犯 现在47岁的陈福清 事发的时候年仅19岁 警方仍然原红40万通缉 无线电视记者梁永祥报道 政府宣布 优化文化艺术城市基金 运作和申请安排 加强受资助活动 要具备带动旅游和经济的元素 并且引入配对资助 鼓励活动引入商业赞助 我们先看看优化的内容 为了推动城市经济 政府2022年提出成立文化艺术城市基金 今年已经资助11个项目 资助额达到1亿3千5百万 比起原本预算每年6千万的撥款 超额达到一倍 但是没有具体评估活动的经济效益 也没有考虑活动会有其他收入 引起社会关注 公币是否用得其所 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宣布 考虑到业界最新发展 和不同人士的意见之后 决定优化基金运作 在审批准则里面 加强受资助活动 需要具备带动旅游及经济的元素 为香港整体社会带来正面作用 局方并且公开审批准则 强烈各个项目的占比 最大比重是申请者的能力 其次是活动在国际间的吸引力和特点 能不能够为香港带来显著价值 经济影响也占10% 局方希望城市能够为经济带来动力 活动资助上限维持在1千5百万 但就会分为两种资助模式 同时引入配对资助 希望鼓励活动引入商业赞助 促使业界秦产业化方去发展 新举办或者单次活动 可以同时申请配对和直接资助 或者其中之一 配对的资助比例是1比1 上限500万 直接资助上限是1千万 据经业的活动 即是已经在香港举办超过3次的活动 就只可以申请配对资助 比例同样是1比1 上限1千5百万 局方也都列出关键职效指标 监管活动的成效 要求最少有一万人出席 当中最少两成是访客 并且要在社交媒体有一定影响力 至少接触到30万人 也都规定要和本地的民创产业合作 或者设交流机会 基金批出的项目也都设限 每年最多10个 而每年会分三轮接受申请 每轮选不多过4个项目 新机制明年1月1日生效 明年7月1日或者之后举行的活动适用 报线事记者留转欲读 机管局近日以43亿元人民币 入股珠海机场 运输及物楼局局长林世雄说 京珠港飞将会推广至更多内地的其他城市 林世雄希望致话 截至10月底 已经有近4万人次京珠港飞 将争取更多航空公司参与 并研究优化延长服务时间 他又说 日前正式启用的机场三跑系统 能够在不超之下准时员工 确认香港工程管理水准是超世界级别 又说三跑系统不单止是香港回归以来 最大的基建项目 更加是香港经济发展的关键拼图 可进一步开拓航空网络 带动更多人流和货流 政务司司长陈国基 接着一个爱国主义教育家许礼的时候 外国主义教育不能够硬笑 透过我们用一些软性的方法 以及一些打动人心的方法 将爱国主义带入社会 增强市民的国家观念 民族自豪感 以及爱国情怀 因为我们觉得 爱国主义就不能够很硬笑地教我们的同学 一定要他们自己心领神会 自己去体会 然后去认同 这个才是最重要 行政长官在2024年的施政报告里面 提出 要借助明年抗战胜利80周年 特区政府会举办一系列的纪念活动 提升爱国精神 教育局也会继续强化中小学的中国历史 和国家地理教育 以及在学生的内地交流和考察活动里面 加入一些红色资源的参观地点和学习元素 进一步推动爱国主义教育 建立青年人对国家的归属感和自豪感 澳门轻轨横琴线 未来星期一会正式通车 首班车当日的下午1点11分 在横琴线莲花站开出 横琴线船长2.2公里 设有莲花站和横琴站 全程约2分钟 班次约6分钟一半 旅客由横琴口岸过关顿内地 可以由莲花站经隧道 到达设在横琴口岸 澳门口岸区地底的横琴站 再步行到离境大堂 而至于抵达澳门的旅客 也都可以搭轻轨道莲花站 转成淡仔线前往澳门的角处 中国海警在南海黄岸岛一带执法巡查 中国海警说 今天在黄岸岛领海和周边区域执法巡查 又说自今个月以来 中国海警持续加强中国黄岸岛领海 和周边区域执法巡查 进一步加强有关海域管控力度 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和海洋权益 美国国务院批准新一批对台军售 总值约3亿8千5百万美元 是总统拜登任内地18次对台售武 中方代致批评美国持续对台售武 严重违反一个中国原则 向台独分裂势力释放严重错误讯号 美国国防安全合作处公布 向台湾出售总值大约3亿8千5百万美元 折合大约30亿港元的军事设备 包括F-16战机零件和相关支援 以及电子掃描雷达零件 价值3亿2千万美元 还有战术区域通讯设备和支援 声明说 这次军售符合美国国家经济和安全利益 能够支持台湾将武装部队现代化 以及维系可靠防御能力 并有助维持区域政治稳定 军事平衡和经济发展 今次军售正值台湾的赖清德 启程访问南太平洋三个邦交国 将会过境美国 亦都是美国总统拜登任内第18次对台售武 已经获得美国国务院批准 美国上个月也宣布了一项 总值20亿美元对台军售 包括第一次向台湾出售的 先进地对空导弹系统 在北京 中方多次批评美国对台军售 严重违反一个中国原则 和中美三个联合公布规定 严重侵犯中国主权和安全利益 严重损害中美关系和台海和平稳定 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错误讯号 顿促美方切实落实不支持台独 停止武装台湾 以实际行动维护中美两国关系发展 无线电视记者梁竹卫报导 有调查显示 少数族裔在工作环境面对隐性歧视的问题 岭南大学同浙会大学研究团队 去年1月至今年的6月 以问卷访问约600个小数族裔人士 并同59人深度访谈 大部分都是南亚裔 有约6成的受访者认为 因为种族缘故 所以难找工 薪金等聘用条件也都较低 调查团队又说 受访者都曾经经历隐性歧视 包括话中有话 职场排挤 被人用反话去中伤等等 促请企业引入多元 公平 共用框架 促进夸族裔构图 说他为什么不听他的指示 说他为什么他这样都听不明白 其实都是比较难去演述的 因为本身小数族裔的朋友 他本身都是听得明白少少 但是你用一个比较冒犯性的说话 去骂他的时候 他就在那个态度上 他会感受到的 我们鼓励在职场那里 有多些不同的群体的出现 承认我们不同群体之间 可能的确是有差异的 公平就是说 面对这种不同群体的背景处境 其实我们需要在这个程序 资源分配上面 有更加多不同的安排和处理 希望令到那个机会是更加平等 共融就是说 希望我们在职场上面 可以有不同的群体的声音 也都有不同群体可以参与到的 被列为法定估值的 马利诺修院学校 启动保育并活化 后来的修院大楼 去庆祝百周年效庆 修院大楼楼高两层 是位于马里诺主楼东面 校方说1937年起 修院大楼曾经是缝孕收房 协助贫困的年轻女性 透过学习缝孕 为神职人员 制作宗教圣衣去改善生活 70年代起 至到几年前 改为修女的宿舍 之后获塞马会慈善信托基金 资助9100万 进行保育活化 工程在今年的7月展开 2027年年底完成之后 将会开放给公众参观 也会和非牟利机构合作举办活动 包括为劏房学生 提供功课辅导班等等 立陶苑宣布驱逐中国三个外交人员出境 认为三个人违反维亚纳公约 和立陶苑法例 被列为不受欢迎人士 中国驻立陶苑代办算没有回应 外界就猜测可能和波罗的海电纳 怀疑被中国商船撤团有关 立陶苑外交部说 中国驻立陶苑代办署三名人员 违反维亚纳公约和立陶苑法律 被列为不受欢迎人士 宣布将驱逐三人 要求他们一星期内离境 没有透露具体原因 1961年的维亚纳公约 列出外交法律规则 立陶苑外交部有发声明 说立陶苑一直并将继续对建设性对话 持开放态度 在双方同意的情况下解决双边问题 希望外交关系建立在互惠和平等的原则之上 包括立陶苑是中国的外交代表 立陶苑已经向中方提供临时解决方案 确保使管根据特别市团公约 继续履行基本领事、签证和行政职能 2021年 立陶苑找开台方以台湾名义 设立住立陶苑代表处 令立陶苑和北京关系恶化 北京随后将和立陶苑的外交关系 由大使级降至代办级 并且对立陶苑实施贸易限制 以示中方强烈不满和严正抗议 波罗的海两条光纤电缆 日前在瑞典领海被切断 其中一条电缆位于瑞典和立陶苑之间 根据追踪网站 当时中国商船伊鹏3号正在附近航行 被怀疑涉事 立陶苑已经联同瑞典和芬兰 设立联合小组调查 中方说愿同相关国家合作查明事实真相 重申中方一贯支持依据国际法 通过国共同维护国际海岸等基础设施安全 无线电视记者莫子同报道 日本秋田市有红厂入超市 警方说当时超市仍然未开铺 也都没有顾客 约20个员工被疏杀 澳洲色尼一队60多岁 经营外卖店的亚裔夫妇 怀疑租人劫杀 案发地点是色尼西区牛津街 一间卖烧鸡和汉堡的外卖店 死者的儿子在星期六早上发现 他们的尸体身上有多处刀伤 根据警方公布的声明译音 相信两个死者是越南裔 街坊说两人经营外卖二十几年 代人有线 是区内有名的老字号 据民对他们遇害都感到难过 有邻居见到案发示 有人在屋顶出现 警方怀疑是入屋偷舌或者行劫 转体下 老班枕是山东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之一 他讲究的笋毛工艺复杂 今年有传承人 自力将设计融入在现代生活里面 林婷婷分别在山东和香港 和木艺师傅聊过 这个小小的木制品看下平平无奇 但他是山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老班枕 相传是木杖被祖老班在2500年前发明 用一根木通过鞋和锤等的工具制成 不需要任何钉或者胶水去衔接 可以接跌并且收放置于 他以物多用 比如他技术枕头 他有灯的 当人们累的时候 你可以当灯的用 当困难的时候 当枕头用 在这个传统的技术上 延伸出一系列温创产品 现在大量有一米多的沙发 有按机 有这个手机架 它的基础的核心的概念 就是平衡和谐 有不少游客专程来体验 而在香港又入行木工业 超过40年的木艺师傅 希望更多人学习 老班枕所用的笋毛技术 将一粒一粒 怎样去变化 怎样去演绎出来 其实我做到 有时候我连 入笋的好处是连 一后钉不用用的 如果你螺丝钉 它都会生瘦 究竟 如果你正常保养 对它可怜 它死 我死它都没死 现在木家 就变入了飞行物 就是在人间的 但是都好了 比起来多了人知道 原来这件事 都是要开始慢慢去保育 而凭着一双考手 木匠也可以让断木残枝 重获新生 池哥也说 近年多了年轻人入行 学习木艺 但不局限于制作家师 或者做装修 不少人是为了艺术创作 也有机会像他那样 被邀请担任电影美术指导 无线电视记者 林婷婷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